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但自从基督徒不再在乎未来的世界时 他们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变得如此无能 把天堂当作目标 你就会同时得到世界 若世界是你的目标 你将得不到所有 路易斯的这番话提醒我们 不要仅仅专注目前的世界 如果我们这么做 我们的目光将会短浅 面对动弹不安的世界而失去安全感 乌克兰的征战 中美之间紧张的局势 经济的萧条 使我们感到无助 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命运 因此我们能够有不同的反应 约束亚带领上帝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上帝信实旅行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故事 上帝要带领他们 但人民必须信靠和顺服 更重要的 这故事成为了真正约束亚 耶稣 耶稣带领我们进入安息之地的图像 这种安息 是出于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 这是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 但最终的安息 是当我们跨越到新天新地中 当我们专注 终点 我们专注终点 过着今天的生活 我们所做的一切将具有永恒的意义 希伯来书四章 若是耶稣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这样看来 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